去做這些事其實是一個自我的挑戰 我亦都很崇拜我的mentor Jason 這些事其實他已經做過了 我看看究竟要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究竟要有些什麼Quality 究竟中間會經歷過些什麼 還有其實我最有趣的是想知道 我究竟完了這些事後 我究竟會變成一個什麼人 其實都是因為我的mentor Jason 年少的時候他已經有一隻手 因為交通意外被車撞到 他單手玩得完Iron Man 還要拿到Podium的獎項 真是超級厲害 讓你一隻手都贏你那種 我又想看看究竟我是一個這麼健全的人 這麼健康的人 究竟我又可以做到些什麼 我希望嘗試一下複製他們的一部分人生 而我又看到我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以前我可能會為了贏獎 我會去做很多訓練 可能我想做某一個時間 我會做很多訓練 但發覺做完很多訓練之後 其實自己不是開心的 自己未必是想做那件事 或者是自己做完那件事 都會問自己究竟為什麼 我其實就想透過這些活動 去挑戰自己 然後拿回來和年輕人 可能和身邊的朋友分享 去跟大家說 其實happiness 開心這件事才是最重要 因為可能對一些朋友來說 大家都知道做運動是有一個輸壓的作用 但是不要利用一個運動 去避免一些負面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應該做運動是享受過程的 甚至是享受它帶來一些轉變 做起運動上來個人會享受很多 而且會和家人或身邊的人的關係 會有很多改變 這個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